钱贵KTV发生火警 浓烟大到身手不见五指 目前看得到顶楼冒烟冒得特别厉害 附近居民拍下火灾的这一幕直呼好恐怖 黑烟几乎遮掩现场视线 逃生的民众打开窗户求救 好几名男女在高楼层的位置挥舞衣服 希望在云梯车上的消防队员可以快点来 但边求救浓烟边在头顶上窜 还有男子站在窗户旁边 要是一个不注意就可能往下掉 顶楼更有人在等待救援 生死这一瞬间变得很脆弱 这场大火造成五人死亡 成为台北市25年来最严重的KTV死伤火警 台北市长柯文哲27号下令 要清查前贵各电消防设施 不过最让外界不能接受的是 火警于26号上午近11点发生 身为台湾民众党主席的柯文哲 当时正在参加民众党的活动 赶到事故现场已经将近下午4点 引发舆论质疑 不过台湾中国时报认为 这可能是柯文哲从政以来 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事件 眼下柯文哲正面临蓝绿两大党左右夹击 有强大的网络支持力量 政治公解未必能伤害他 但此次事件处理不好 将会造成永久性的政治伤害 对不起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